所以換句話說Colly的投資之道就是穩陣派 我很穩陣的 那投資感情呢? 我也很穩陣的 我覺得 覺得自己這麼多年有沒有投資過錯感情呢? 怎樣為之錯呢? 覺得最終發現對方對你不好 或者要分開的時候 會不會不開心呢? 要分開 開頭不開心是人私常情的 現在最重要是很開心 因為當你發覺有些東西是不適合的時候 你勉強是沒有用的 所以經常有句說話叫勉強沒有幸福 但會不會後悔先? 那一陣子 譬如你和你前夫要決定離婚 那你會不會後悔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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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些自傳的時候 你會不會不開心呢 我沒有看的 我沒有看 我不會不開心的 因為譬如 怎麼說 但有報導出來 又拿回來 我都不理的 我不記的 就是我個人是 我想記的東西就記 我只記別人對我好 別人對我好的 我得人恩果千年記 你記我一尺 我一定記你一尺 別人請過我吃一碗飯 我一定不只請你一碗飯 一定是這個人 但對我不是很好 我不去想他 我覺得如果別人對你不好 你應該對他更好 好到他對你好為止 好到害怕為止 這樣也不要害怕 你不要自己去設一台牆 你應該是去覺得 總之不要去跟別人結一些不好的怨 因為我們信佛就是生命有延續的 那你今世就算 譬如你激怒了人 可能到下世他就會不喜歡你 或者今世都已經不喜歡你了 那我覺得先不要不開心 因為其實你生氣就是 如果你覺得別人錯 你生氣就是拿別人的錯來懲罰自己 我為什麼要這樣 人最重要是開心